大家好,我是童凯,数码影像预先公司,技术部小章 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款我斯的盘架,塑料盘架 这款盘架呢,有以下五个型号 分别是7.5厘米,13厘米,17.5厘米,21.5厘米和24.5厘米 盘架的用途非常多,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们可以将自己制作的拼图,盘子,纸片,甚至是手机壳,iPad壳子,石板画等各种产品 然后摆放在盘架上作为展示用,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作为收纳的产品来使用 那产品介绍完了,大家肯定想了解这款盘架质量到底怎样呢 那大家看一下,那这种盘架它到底是不是很容易碎呢 我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大家看好,这是一把实实在在的铁锤 接下来呢,我敲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盘架黯然无恙,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这种盘架的承受能力如何呢 那承重能力如何呢,我也给大家演示一下 OK,我们将盘架放在地上 然后我们进行踩踏实验 我的体重是140斤左右 然后我跳起踩下,看一下它到底能不能承受得住 那我们将盘架拿起来看一下它到底有没有被踩坏 OK,大家看到盘架依然是OK的 说明承受能力是非常强的 那很多铁呢,也非常关心 比如说这款盘架,它到底能不能承重 放重一点的东西上去,会不会被压坏 那我就将这款笔记本大概是3公斤左右 放到这个盘架上 大家可以看到,一点问题都没有 完全可以承受得住 这个是24.5厘米的盘架 同样呢,我可以将21.5厘米的盘架 同样也将笔记本放上去 大家可以看到,稳定性也非常好 说明盘架的质量非常好 早餐 第一个 我 sehenаю 第一个 我放在一微 二十分钟 我放在一部分